生活要怎么过 绝望的我 放手一搏 或许无处可躲 千人自我 离天而活 究竟路上 一套都是荷漠 哪有如何 泪自星空流回 这情能放过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不 不知道啊 那家伙是谁啊 可久竟然抱了他 明日里甚至都不让男人 近身的阁主 竟然抱了个男人 我没在做梦吧 我没看错吧 你小子在干嘛 你小子他在干什么 你小子干嘛 你小子他在干什么 别 别激动呀 他不是你带进来的新人吗 他抱了阁主 他抱了我的女神 我能不激动 不禁神烈强 甚至还跟先蒙的阁主认识 他的身份果然很不一般 少爷 我在这里等了你好久了 其实刚来到这里后 我就隐约猜到 先蒙跟你有关系了 很多地方都十分有你的风格 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少爷 对了 少爷 你的身体现在怎么样 之前的伤势都恢复好了吗 当年你和那怪物一起冲进了虚空 我们都担心死了 早就彻底恢复了 放心吧 当时你 灵水体质已经能够完全控制了吧 嗯 我也早已不是五百年前的那个小女孩了 现在的我肯定能帮少爷很多忙 你以前也帮了我很多啊 找到你我就放心多了 你应该也知道 那些怪物还没有被彻底清楚 冷静啊 看来这家伙和阁主的关系不一般呢 这种人物为什么会混在这次选拔的新人里 新人选拔可是由你负责的 这种事情你不是应该最清楚吗 呃 阁主都认识的大人物 要是铁雷新想隐藏的话 我哪能发现呢 不过 单看他身上的灵气波动的话 就只是个普通人啊 小心啊 动了 才刚刚发完你 怎么就要这玩意儿给跑出来了 还不是静大少爷太激动了吗 不小心没控制住 妙了 你自己看 这就是你说的普通人啊 这 这家伙 不会比阁主还要厉害吧 对了 少爷 瑶瑶他们 你有找到吗 这些年来 我一直在寻找他们三个 但是却始终没有得到什么消息 瑶瑶我已经找到了 正在帮我处理其他事情呢 不过灵精他们两个 我也还没有得到消息 太好了 原来瑶瑶跟着你呢 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了 我们不要继续在这站着说了 我先带你去新萌内部 何主 对了 正式介绍一下 这位是剑坛主吴小行 这位是木坛主杨继 他们俩都是我的得力帮手 还有一位坛主现在不在 等以后见到了 我再介绍给你 杨继 小行 这位是我的少爷 你们就叫他祖师爷吧 见过祖师爷 不必多礼 何况咱们早就认识了 你的精神力很强 控制飞剑的手段相当不错 正好我这里有一套 很适合你的功法 幻剑诀 多谢祖师爷 晚辈定会勤家练习 只有去早日掌握这套功法 祖师爷 我呢我呢 你的话现在还没有 等以后我再给你找套合适的 别伤心别伤心 见过水阁主 你们这是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也都是先蒙的弟子 阁主 我们也能跟着一起去煮风看看吗 就让他们跟咱们一起呗 没问题吧 当然可以了 耶 我都躲到八层地下室了 这也能被找到 我叫孟凡 满色能先的一百区 几十年前 这个世界出现了数不清的怪兽 恭喜祖主完成被动系统考核任务 为了抵御怪兽的侵袭 绝境中的人们开发出了图灵 拥有了对抗怪兽的力量 这些人便是图灵师 大家亮出本命图灵 三十小物贯 给我架手机 一型图灵师 普通的板砖 这破板砖 秦宇啊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大方苟且偷生不好 非要来自取命 赵殿 李清禾 情价血肠 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肠 秦宇 你的行为 不可能 大明明已经经脉尽尊 成为废人 怎么会 那我真正想你能来吧 秦宇 好饿啊 谁能给我送点吃的 嘿嘿嘿 我要吃了你 人类借你小命一样 嗯 不 不可能 冬明已经和凡人无敌 不 不 让我一边 啊 接下来 就让我见识一下 无敌剑狱 到底有多强吧 来 不 大利兄 啊 啊 这是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的 游戏程序遭到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现已受准 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boss 给我抹头 开始新的冒险 这都是些什么呀 退出 我要退出游戏 怎么这么倒霉呀 怎么办 我们今天晚上都逼到无路可逃了 快逃啊 他们来了 快走 让人走 快走 让人走 我们死掉了